欢迎来到林子频道 现在我要给大家介绍 茉莉花的修剪 茉莉花 茉莉花已经长得非常的大了 冬天在室内 现在我把它搬到室外 我今天准备给它进行一个修剪 我修剪的原则就是 把那些土长的枝条 都给它修剪掉 修剪之后 我可以用那个修剪的枝条来进行扦插 繁殖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现在我们看看哪些枝条 哪些枝条是可以进行修剪的 这个长的枝条我要把它剪掉 这个枝条不能养 就一个枝条上面留上两个节点 这里一个节点两个节点 然后把多余的剪掉 这个也是 把多余的剪掉 把多余的剪掉 这都是斗掌枝条 那么多余的剪掉 我们就开始了 它的形状也要把它修理的比较好 基本上是一个圆形的 莫莉花也是一样的 越修理它就越容易开花 如果不修理的话 这些老枝条它就不再开花了 这里还有一些 当莫莉花开完以后 它的枝条也需要修剪 就是从花下留一片叶 这样把它剪掉 我们来看看这个修剪以后 这个莫莉花的形状 上一些肥 我准备给它加一些鸡肥 现在我把这个修剪出来的枝条 选择粗壮一点的 选择粗壮一点的枝条 给它进行扦插 我们来看看这个顶端的部分呢 就比较弱 我们先把根部留上两个节点 一二从第三节开始剪掉 然后给它剪一个斜切口 放在水里面 看看这个 这个有个分支 好了就这样把它先泡水吧 然后再把它插到土里面 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